你见过这样怪异的生物吗 它有12只大长腿 长着前后两个脑袋 一会前进一会后退控制自如 力铁式的走法太牛掰了 可摔不过三秒 就被树上巨大的出手 一口吞进嘴里 直接把大白和小黑看傻眼了 树竟然把它吃了 这是什么操作 小黑震惊之间 一脚柴扁一个虫子 现场残不忍睹 紧接着一群生物蜂拥而上 亲个之间就把残骸分尸的一干二净 同类都吓得去嘴 为了弄清楚是什么生物 小黑想抓一只回去研究一下 这个像地雷又像螃蟹的生物 不断后退想逃跑 下一秒 一只大爪子突然伸了出来 将其扣在爪下 塞进了嘴里 更怪异的生物出现了 它就像一只蜘蛛 好笑的是 脑袋长得像是个圆圆的屁股 直接把小黑痘的小猪猪叫 这些怪的生物都是从哪来的 几天之前 一颗小猪猪脱离轨道 降落在地球上 此时 金毛开始跑车 带着他的充气女友兜风 来到一处小木屋 他将女友投入屋中 浇上汽油 华丽根火柴 竟点燃了木屋 随后 金毛又一脚踹开木门 救出女友给他做人工呼吸 可就在这时 一团火球从天而降 朝着金毛之冲而来 金毛挟得撒腿就跑 女友都不要了 没跑几波 火球重重的砸在 金毛的跑车上 跑车瞬间被炸上天 旋转七千二百度 重重落在地上 陨石还将地面 砸出一个八十英尺的深坑 紧接着就出了大事 下面让薄言句句讲 小黑跟大白是大学的教授 立马来到深坑里面 两人顿时发现了 这陨石上面长满了青苔 他们想带一块陨石回去研究 而一锤的下去 陨石竟然流出了不明的液体 大白把不明液体 放在了显微镜下面观察 这一看不要紧啊 大白是被彻底震惊了 液体里面单细胞生物 正在以二次方的速度迅速立变 一变二 二变四 四变八 很快呢 再薄片都被撑碎了 大白迅速分析出了 单细胞DNA 发现 它DNA是由十个染色体来组成的 大白是立马意识到 这些生物是来自于外太空啊 大白是把惊人的发现 告诉小黑 小黑一看是瞬间懵逼了 这才刚刚一会儿的功夫 单细胞生物就进化成了多细胞生物 地球两亿年的进化 这些生物只用了短短七个小时 这样惊人的进化速度 那是钱所未有啊 小黑是立马兴奋起来 诺贝尔甲正在向他们招手 小黑和大白是再次来到了陨石坑里面 短短一晚的时间 陨石的周围竟然长出了一片植物 植物上面还覆盖了一层烟雾 烟雾散发的臭鸡蛋的味道 大白推断 这些植物制造了一层 适应其生存的特殊打击层 突然呐 金发没顿时感觉 有东西在脚上爬 大白是立马拨开的烟雾 眼前的一幕 立刻让它惊掉了下巴 这才短短过去了18个小时 脚下竟然满满的都是掏虫 所有人都被吓得上寸吓跳 而大白也更加确认 这些生物正在迅速的进化 它夹起了一条掏虫 就想带回去研究 可是刚加起来掏虫就不动了 原来他们离开了自己创造的环境 根本就活不下来 大白是立马收集了一些气体 连同掏虫一块带回来研究 没想到这更加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掏虫竟然能无性繁殖 直接由一条虫子裂变成两条虫子 两人是立马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立刻返回到了陨石坑 没想到这陨石坑 已经被军方给控制了 原来是金毛发现的储物室里冒出来很多的虫子 一打开储物室水箱突然开始了沸腾 一只诡异的生物冒了出来 军方随后也发现了陨石坑 他们立马进出了小黑跟大白继续研究 由着女博士来接手 无奈的他们只能回到了实验室里面 却顿时发现之前的样本和研究成果都被洗击一空了 为了抢回自己的研究成果 小黑跟大白是乔装假扮混在了基地里面 他们正好碰上了研究人员 带着巨大的苍蝇从陨石坑里面出来 两人当即换上了防务服进入了陨石坑里面 短短三个星期 陨石坑里已经变成了热带雨林 到处都是新节动植物 这个把小黑跟大白看呆了 他们本想挖一块陨石带走 根本就没注意到 这不远处一只巨大的蚊子 正对小黑虎视眈眈的 这时女博士和助手们 从监控中发现他们 立马来了陨石坑 谁也没注意 蚊子是悄悄装在了小黑的后背上 尖尖的嘴轻轻一滑 就割破了小黑的防护服 自六下钻了进来 小黑那是其样无比 用手抓了起来 蚊子无路可逃 钻进了头盔里面 吓得小黑惊慌失措 大白立马帮助 加大了防护服的氧气量 试图憋死蚊子 不料这无处可散的蚊子 竟然直接钻进了小黑体内 这下小黑是彻底慌了呀 大家赶快把小黑送到了医院里面 此时的蚊子正在小黑的体内游走 蚊子是顿顺来到小黑的大腿里面 医生建议立马截肢 小黑那是大声的阻止 可这会儿呢 这蚊子一扭头又往回走 一旦进入大脑 这可就彻底完蛋了呀 小黑是当即同意截肢 没想到蚊子是再次变换的方向 他直接爬向了小黑大肠里面 医生是果论决定 要通过这小黑的菊花 把蚊子给抓出来 一米长镊子 伸进小黑的菊花里面 那酸爽的滋味 疼得小黑是嗷嗷乱叫 幸好的医生医术精湛 九取十八弯是把蚊子给抓了出来 而这蚊子也接触到了空气 扑腾起下就立马断了气 然而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诡异的生物那是越来越多了 夜晚 男人刚想和情人约会 一不小心把香槟撒到了裤子上面 刚到水边洗手啊 水里面突然钻出来一只怪物 男人吓得撒腿立马就跑 怪物直接扑到男人 咬住男人的腿就往水里面拖 男人瞬间就被拽进了水里面 一命乎乎 第二天金毛就带着怪物 找到了小黑跟大白 原来金毛当时就在附近 金毛说这怪物离开水 很快就窒息而亡 看来外星生物意识还没有适应地球的环境 但是很快啊 市民家里面就出现了诡异的虫子 女人壮的胆子 打开了储藏室的大门 一只蠢萌蠢萌的小可爱走得出来 他眨巴着卡斯兰大眼睛 瞬间萌化了女人的心 他伸出的手想摸一摸小可爱 结果下一秒呢 小可爱直接张开大嘴巴 里面伸出一个脑袋 死死咬住女人的手 幸好女人及时挣脱 这才没什么事 所有人是都被吓傻了 另外一个女人赶快找来一把枪 对准小可爱 没想到这小可爱是突然抽搐了起来 还没等到女人开枪呢 就倒地生亡了 得到消息的大白小黑跟金毛赶来查看情况 他们顿时发现呢 这虫子都是从地下钻出来的 小可爱也是因为不适应地球的环境而往 金毛也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一片空地上面都是翼龙的尸体 这才多久 外星生物就完成了地球两亿年的进化 幸好他们还没适应地球的环境呢 大白他们顿时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翼龙 它挣扎地站起来身 不停转吸着 从嘴里吐出来一个巨大的球体 就立马断了气 球体里面一只翼龙钻出来 他瞬间长大了好几倍 煽动了翅膀飞走了 显然呢 这最新一代的进化 已经让他逐渐适应了地球的环境 翼龙是一头撞开了百货公司的玻璃 他一声怒吼 吓得所有人四散而逃 而就在这会儿呢 试衣间里面一个女人 听见有人不断撞门 一开门是瞬间被吓呆了 翼龙举起了爪子 直接把他拽了出来 抓的女人呢 在商场里面横冲直撞 大白三人立马举枪对准翼龙 哪知这翼龙突然消失不见了 金毛看见了话筒 想唱歌吸引翼龙 那歌声啊 宛如车祸现场一般的 没想到竟然真的把翼龙给引来了 小黑手机眼快 一个猛虎扑石是成功救下的女人 大白趁机起枪 把翼龙给击落 他们几人正在欣赏自己的战利品 正想着要怎么吃了翼龙 翼龙是突然睁开了眼睛 扑腾的就要起身 大白几人是赶快捕了几枪 终于把翼龙给送走 这件事是终于惊动了周长 他立马来到了陨石坑边 以外星生物现在的净化速度 不出一周 整个周都会被外星生物给占领 两个月以后 整个美国就会沦陷 这时呢 大白三人同样也来到基地 不然呢 监控被损坏了一个 接着这一支人员出现在了监控里面 人员一拳打碎了监控 随后这所有监控都被损坏了 这会儿电梯是顿时响了起来 就在所有人以为 人员会从电梯里面上来的时候 电梯里面却空无一人 接着 人员从陨石坑里面跳了出来 跳在士兵身上 一把抓住大白的脸 把他举了起来 士兵顿时把枪口对准了人员 又怕误伤大白 吃事不敢开枪 而就在危机时刻呢 小黑顿时举起了箱子 抡在了人员身上 他成功救下了大白 自己却被人员一个铁杀上 直接善废了呀 幸亏金毛及时开枪 让人员隐恨西北 这才救下了小黑呀 外星生物的进化速度 已经彻底失去了控制 州长是当即决定呢 要燃烧弹 把陨石坑彻底炸毁 最后呢 他们开始了疏散群众 大白等人也回到了实验室里面 大白发现 这最初发现的陨石液 没有一点变化 突然间不明白 这张外星生物 飞速进化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小黑同样也想明白 为什么实验室的陨石液 没有进化呢 他点燃了一根烟 随手把燃烧的火柴丢了出来 不偏不倚 是正好丢在了陨石液上面 下秒呢 这陨石液中的外星生物 迅速分裂膨胀了一万倍 占满了整个桌面 所有人是瞬间明白了 进化的催化剂就是火源 一根火柴 就能让细胞膨胀一万倍了 那无数颗的燃烧弹 就是给外星生物 提供了加速进化的温床啊 大白是立马通知了军方 可是这指挥官 根本就不想听从大白的建议 既然这军方指望不上 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可是这怎样才能消灭外星生物呢 大白突然看见 女博士身后的元素周期表 人类是碳基生物 致命毒素是深 外星生物是氮基生物 根据元素周期表推断呢 致命毒素就是锡 想消灭所有的外星生物 至少需要500加能锡 可是这一时间去哪儿找这么多的锡呢 这时呢 胖子兄弟是多人说道 洗发水里面就含有大量的锡啊 找到了解决办法 所有人是立马开始在行动 他们在消防车里面加满了锡 随后向了陨石坑飞奔而去 必须要赶在燃烧弹爆破之前 阻止这一切 否则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而在爆破之前呢 大白一堆人也进入了陨石坑 就算要开闸放洗发水时 一声巨响 军方简然提前引爆燃烧弹 陨石坑内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外星生物因为热量的催化 肉眼可见的膨胀扩散 所有生物是都被他吞噬了 它们融合成了一个巨大的触手怪物 大白几人只能先行撤退 就在收场以为 外星生物被消灭的时候 突然开始了地洞山摇 一只巨大的怪物钻出地面 庞大的触手一巴掌 就把房屋拍成碎片 如同小山一样的怪物 缓缓插着周掌走来 周掌吓得目瞪狗呆啊 士兵们连忙开枪射击 可是这怪物根本就是刀枪不入 士兵们是赶快开始的撤退 可是这怪物一巴掌下来 无数士兵当场领个合反 就在这会儿呢 怪物竟然开始了分裂 如果不及时阻止 这将是不可控制的灾难了 大白一群人开了消防车逆袭而上 把消防车开到了怪物下面 他们终于找到了怪物的罩门 这时怪物的一个无敌连环屁 把几人训得七红八素 可是他们还是人的恶臭 架好了梯子 小黑顿时把管子伸了进来 给怪物来了一个灌肠 最后呢 这怪物的身体顿时发生了变化 一个又一个笼包 开始了不断的翻涌 大白一队人赶快撤离现场 几人刚逃出来 身后的怪物瞬间发生了爆炸 几人是终于拯救地球 也成为了人类的大英雄 本篇到此结束 本篇叫进化危机 本期问题 你觉得陨石坠落地球 会带来太空中的生物吗 觉得会扣三个一 绝对不会扣三个二 不确定扣三个三 好家伙 看了半天 竟然是洗发水的广告 广告上可真牛掰 这是伯乐见过的 分量最重的广告植物 不过本篇呢 还挺好看的 各种各样的生物 让我们眼前一亮 天气也是脑洞很大呀 本篇好看 推荐几款原片 好了 本期那种就到这了 记得给追踪点赞 然后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